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eg大叔 那今天再度來到這個大上海生煎包 這間店事實上以前我有拍過 但是那個時候是沒有講話的 那他一個是15塊 肉包一個15,菜包一個15 那就吃吃看,這次給他評價一下 然後這邊一樣也是要排隊的 那這邊有寫點錢要點清楚 那沒有找清楚或沒看清楚就 離開後術不負責 那可以看到就是現做的喔 那這邊牆上有這間店的報導 看到總共有4鍋在做 那前面這邊就是不停的包 那現在就剛好要起鍋了 喔,還沒喔,還沒 那這家店的聲音也是非常好 好,那剛好可以看到小姐怎麼包啦 好,那剛好可以看到小姐怎麼包啦 其實這樣賣也蠻快的啦 就不停的包,不停的煎,然後不停的賣這樣 其實這樣賣也蠻快的啦 好,要 好,謝謝 好,120嘛 好,這樣 好,我剛剛自己算錯錢啦 一個是15塊了 差點算成兩倍以上的錢 好,那這就是這一間啦 大上海生煎包 那吃的部分等一下再拍 好,因為它是沒有內用區的喔 所以是建家的桌子來拍啦 然後剛好就是一陣一返 然後這個煎得恰恰的這樣子喔 好,因為我只喜歡吃肉包 所以我就介紹肉的生煎包 好,那咬開上面這邊它就是 油亮油亮的這個肉餡喔 好,剛剛這皮就是很酥脆這樣喔 好,很好吃 然後肉汁很多這樣子喔 然後甜甜的這樣,甜甜鹹鹹的喔 好,好吃喔 我喜歡吃原味的喔 然後這個肉餡就是 嚼起來味道還不錯啦喔 類似這個絞肉的口感喔 跟上次吃的那高際有一點類似的感覺喔 好,蠻好吃的 當然就價錢沒有那麼貴啦 這個才15塊 算蠻超值的喔 好,那 還不錯 好,那現在吃到第二顆喔 如果你喜歡加它的醬料的話 辣椒醬 醬油膏什麼 就自己另外加喔 我自己比較喜歡吃原味的 好,就長這樣 好,那因為它沒有名片喔 就是放在它的這個 自餐區的上面 所以我就不拿了喔 然後它就是在這個 士林夜市的入口地方 好,那各位以來就祝你用餐愉快喔 掰掰 好,那這一攤就決定是今天的最後一攤了 之前也拍過的 鍋蔥油餅喔 應該是叫鍋加蔥油餅 應該是叫鍋加蔥油餅 是很便宜的東西喔 但是生意很好 好,那台灣的小吃非常的多啦 吃也吃不完 好,這邊還有很多小吃喔 就等各位慢慢來吃喔 小的時候我也蠻常來這一邊的喔 那時候最常吃是那個 士林青蛙下蛋總店那一家 好,那這邊有寫著 他們有被非凡大探索 我跟這個Hyperwork有採訪過喔 好,那這邊有那個雜誌喔 Hyperwork 好,我要買一個加蛋的耶 要辣 要辣 好,那結帳很壞喔 好,那結帳很壞喔 好 謝謝 好,那這邊拍一下喔 好,那一個是30沒有錯喔 對,一個是30 謝謝 好,那就是用油炸好 好,然後加蛋這樣子喔 好,那這裡是 士林當地非常有名的小吃喔 好,那就是這樣子喔 好,那老闆還蠻不錯的喔 那小姐剛剛 有算錯錢 然後她還說是60 好,那我走去 走去有桌子的地方吃啦 那順便看一下 就是 人潮非常洶湧啦 因為今天是假日 看起來還蠻好吃的 好,那因為我已經吃不下了喔 這個就是 最著名的士林大香腸 很大喔 好,可以看到它有 這麼大的大香腸喔 那個有機會可以來吃吃看喔 這也是這裡非常有名的 好,那 會長會長多人啊 好,那就走回到剛剛這個 聖煎包的地方了喔 只要是假日的話 大概都是這樣啦 生意非常的好 這樣啦 這個就是台灣的夜市啦 好,那這個就是那個 油露露的蔥油餅喔 就整個泡在油裡炸的喔 很好吃,但是熱量一定也是很高喔 這個就是我之前影片欠缺的喔 沒有介紹那個蔥油餅的口感喔 好,那先來吃吃看 好,炸的酥脆酥脆的喔 然後上面醬油膏喔 好像鹹香鹹香的喔 然後那個蛋全部都塞在下面喔 所以看不到蛋 然後這樣 30塊 軟軟的這樣子喔 口感還不錯啦 算是一個小點心這樣子喔 好,那是那個炸蛋喔 就是 是 沒熟的這樣子喔 好,那咬開之後就爆漿了喔 然後獲得一起吃很 很美味喔 好,那我覺得分數是 88分喔 這樣子 好,因為為了這個拍攝需要 所以我先把這個蛋吃完喔 好,那總之就是這個是 油露露的蔥油餅喔 好吃喔 但是熱量絕對高喔 好,那這個就是 司令夜市的小吃喔 一小份一小份吃這樣子 然後也不要吃太多 吃太多就容易燙喔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喔 掰掰